小小的师父受了一个小小的徒弟 中国妈妈 德国爸爸 严格的教练 成长的道路会有怎样的精彩 我喜欢我 我从来都没有饭起过 我要哭好不好 中文国际频道六一特别节目 武师的妮娜 敬请收看 我出生在佛山 我叫妮娜 我今年五岁 我的爸爸来自德国 我的妈妈来自贵州 我还有一个妹妹 她叫朱莉 我们一家都喜欢看舞狮子 我马上也要去学舞狮子了 妮娜一家是舞狮表演的忠实粉丝 她们与舞狮有着不解之缘 她们一家都喜欢吃虽然牧狮子,还是喜欢吃虽然的忠实粉丝 好斯文 我们的主持人 你的手被吃掉了 七年前 妮娜的爸爸乔纳森和妈妈欧明娟正是因为一场舞狮表演在佛山结缘 见面的话呢 是在一个庙会里面认识的 然后我在那边卖巧克力 当时正在五龙啊五四啊这些 然后他刚好也在看 突然我看过一个小卖布 他买了巧克力 有一个美女 刚开始我发现有个男人 一直在圆圆的地方 老是看着我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不可能吧 然后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在佛山待的期间 然后我们每天去过 看这个布置的地方 我一直试一下跟他聊一下 但是他一直不理我 最终使出了浑身解数的乔纳森 还是赢得了这位中国姑娘的芳心 如今乔纳森在中国 经营着一家小型贸易公司 而欧明娟则成为了他的闲内助 在家里 妮娜的身边一直有一只狮子 陪他和妹妹玩耍 这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但妮娜的爸爸和妈妈 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争吵 事实上我跟朱恩森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 对教育里面的一些增值 刚开始我们有的一个孩子 我们两个人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然后我用了我的父母的教法 和朱恩应该用了他的父母的教法 但是这个也可能是 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 他是一个中文 所以我有时候关系也可能比较难一点 他们最近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就是是否要让妮娜去学习武师 我觉得太苦太累 然后呢 因为我们姐姐她平时 她是比较好动一点的 比较贪玩一点的 注意力不怎么集中 所以说我觉得 我不是很想让她来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我怕她坚持不下来 虽然有些担心 但妮娜的妈妈觉得 这也是个锻炼女儿耐心和毅力的好机会 朱莉 去不去 朱莉 朱莉 OK 切去 妹妹姐姐她不懂是他调皮 所以说我不可以带两个小孩子去 老小 好不好 有没有搞错 两个人 最终妈妈妥协了 妮娜和妹妹共同开始了这次 学习武师之旅 妮娜要在五天的时间里 学会一套武师的基本动作 五岁的妮娜能坚持下来吗 妮娜口中的小师傅 是只比她大一岁的叶永童 别看叶永童只有六岁 却已经是有三年武师经验的老队员了 而她的父亲叶永童更是大有来头 现在开始了吗 现在开始了吗 现在开始了 叶仲明自幼跟名师学习武师 曾多次获得过世界龙师锦标赛的金奖 他练坏的师头不下百个 因为要在这里生活五天 在学习武师之前 小师傅带着两个妹妹 先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 这是姐妹俩第一次来到乡下 尼娜不小心踩坏了菜地 小师傅非常生气 你看这都是他闯的货 世界上没有这样不乖的姐姐 就算给我跟香蕉都不能有样 这十块心意吧 我看书的 它是我最爱的 不愉快的小插曲转眼就过去了 很快三个孩子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真正的武师训练开始了 尼娜首先要学的是武师的基本动作 这样子 蹲下来 脑袋要长大 就这样子 这手低 这个手高 一 二 六 三 四 五 六 我看好你啊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 对尼娜来说一点也不轻松 下午 叶教练来考察两个孩子上午的学习成果 一向严格的叶教练发现了儿子的错误 错 错了 好 是这样子讲 对 妹妹给你还对 我习惯了吗 老板要这样子讲 快就习惯了 也不能 不是习不习惯的问题 老祖宗传上来都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做好做对 何况是你 你怎么教小妹妹 我教你是怎么样子的 猜 说 我教你是怎么教的 你这样子不对啊 练功就是练功 随意就是随意 出了腿 你还算叫自己习惯 尼娜的爸爸觉得叶教练太过严厉 试图上前为小师傅解围 我觉得不能让孩子那么辛苦 就慢慢教他 所以他应该会明白 如果他是按照自己的那种 我习惯 您知道他是错误的 我们不去改正他 他以后人生怎么办 我不可以说每个外国的地方 但是我的国家 我们不放那么多压力材 但是在中国 只想父母 我有这个感觉 父母他们放很多很多压力材 他是你的老师 老师 老师 老师很大 对啊 如果说他不想过 怎么做你老师 他做得不对 怎么教到你 那他习惯是还这么小啊 那套非诚意识 他会做得很好 比安 训练场不可以混用的 我经常很多人都跟他说 慢慢做做好吧 他说也还是做不好 如果说我很送人去 是几天要他做 他能做好呢 那你可以微浓一点 你可以注意他说 下一次 可能永远都不能再做 这样的事里啊 但是这块 我前两年已经跟他说了 真的 猜给你 猜给你 想念现在是真的 真的这一切吗 因为被爸爸训斥 整个下午 叶永彤的心情都不太好 为了安慰小师傅 妮娜特意去给他买了一件小礼物 刚开始他是关头起来 我想送你这件礼物 在外头 不知道 因为我想要给你 让你开心 妮娜的礼物 让叶永彤的心情 又好了起来 明天还要教你武师 你不喜欢吗 不喜欢武师 那怎么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对吗 我有一次放弃过 放弃过就是不想念了 可是我现在不想放弃 没有铜啊 还在这里 真的做这个 第二天 叶教练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和强度 尼娜在认真训练的时候 朱莉只能在一旁自娱自乐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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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朱莉找到了一个新的玩具 妈妈的口红 看这边 我来吧 我来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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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 第三天训练了没多久 尼娜开始出现各种状况 来 快点 来 拿来吧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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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慢一点 重新来 重新来 这哪个动作我忘了 两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 她就 找借口 哎呀我好渴 哎呀我想上厕所 哎呀我要去做这个 哎呀我要做那个 休息下来的尼娜 已经不愿再返回到训练场上去了 我还我妈妈 还给妈妈 快点 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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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不要张 给我 李张 李张 还是李张 去准备 去准备啊 来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仍不想回去训练的尼娜 终于把妈妈惹火了 师傅在那里 去拿手 所有人都在这里 耐心地教你 你不是要喝水 你就是饿 要上厕所 你不是要上厕所 你就是这里疼 哪有痛苦 师傅告诉我 是要来这里学徒师的 我当初怎么说的 当时我是不是说 不同意你来学徒师 有没有说过 我怎么告诉你的 无论再辛苦 无论再困难 必须要克服 给我认认真真地学习 但是你刚才你上课不认真啊 你不认真上课啊 多长时间了 哪有啊 你哪有 还在找借口是吧 我当时那一刻 我并没有觉得 孩子是对和错的 我只是想要他 能够安安心心 安安静静 坚持不懈 都完成一件事情而已 很简单的 你想不想学徒师了 啊 你还想不想学了 啊 谁一定明白 他明白了吗 你看 你看 这不在拆台吗 尼良 明白了吗 那你接下来 还是要认真学习吗 那你看他 他说呀 那你还要玩吗 你还要玩吗 你还会继续玩吗 啊 你还要继续玩吗 OK 不回答我 真的我觉得 心真的很累 那一刻 我觉得我真的是 有点崩溃一样的 被妈妈训斥的尼娜 抱着爸爸寻求庇护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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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 他妈的孩子 我的老婆 他妈的孩子 我一点都不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教法 其实我的心里点痛 我觉得 我看尼良她有太多压力 她开始哭 还是她不开心 我觉得这个 教法不可能是对的 因为在我们家 现在每当发生一件事情 他都知道会去找爸爸 因为爸爸就是他的庇护所 爸爸都会帮他 然后 这一个让我真的很累 让我真的觉得很 挺生气的 你老师带你这些东西 我 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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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叶教练 叶教练决定 向妈妈提一些建议 怎么说 如果说 有我们的教育方式 是跟你先生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 但是 有时候 先生怎么说 以前他还挺好的 他现在又找到那个借口了 你当然嘴特别厉害 对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借口 对 然后爸爸就回来维护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不真好 有一个好人一个快的 如果快的像我们这样凶的时候 我老婆马上撤离 不在现场 发生事以后 整件事已经过了 晚上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 周围妈妈遇到一方 会找他谈 为什么爸爸今天这样跟你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骂你 你说在哪里 他会跟他解释 然后他懂了以后 他以后就不会再犯了 如果说我在这里骂 他在这里 不要这样子 他在眼巴眼哭的话 他做什么事都要 我有他家 我不怕 就是这样子 我需要慢慢说吧 一定邀请妈妈和老师的朋友 你走吧 撤退吧 我要 我要 撤退吧 爸 我告诉你 你爸不是你的依靠 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你不可以去找你爸 你爸也不在 我爸 我要爸爸 你要自己要努力 你现在要靠你自己了 你不要靠你爸爸 你不要爸爸 你现在你爸已经不在 你一定要靠自己来学好他 爸爸 快点 自己说 我啊 勇敢一点 我也在这里看了 很多人支持你 可以了 可以了 快点 我回 爸爸 你好好学习就好了 好吧 你学好了之后就可以了 好吧 你学好了 好 你学好 好 好 爸爸 现在开始 认真学习 对 我的老婆她 我知道她妈 孩子 然后她上期 然后我觉得 她可能有时候 放自己太多压力 在她的自己上面 她是像她妈孩子 但是我知道 我的老婆 她在她的心里面 她的孩子很厉害 在乔纳森的建议下 妈妈与妮娜 坐在一起 进行了一次平等的对话 你爸爸妈妈有哪些地方 不怎么好的地方 你可以告诉我 打人嘛 人生气 那你觉得 要怎么样 解决这些问题呢 依娜 那妈妈先来说 好吧 你也是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妈妈 很多东西都不会 然后呢 妈妈也得要重新来说 现在你调皮 等我调皮 你不听我们的话 这没关系 但是你要安排 一件事情下去 但是如果说你没安排的话 在无论以后 还是将来 爸爸妈妈没有在你身边了 然后你一个人 不可以当顾你自己 然后 你该怎么办 没有任何一个人帮你 我们就是想要立的 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 你自己想一下 全部的就是为你 我们自己在这里 爸爸有他的工作 妈妈有他的事情 只想这个都是为你 所以你可以好好学一学 我还想要你能够 理解一下爸爸和妈妈 我们在跟孩子的一些 关爱上面的话 我的表达能力 是没有装神那么好的 因为我不像装神的样子 很经常就可以说出口 孩子我爱你 孩子 我觉得你这样子非常棒 我真的还是要得向他学习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 应该互相的可以理解一下 在叶教练的鼓励下 尼娜又回到了训练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很好 手 要不要休息一下 怎么样 我说不要 那就对了 你再来 三 二 一 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妈妈 手 快 快 对啊 这样子 想要数了 不好意思 虽然很辛苦 虽然她自己比较好动 但是她跟她说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以后 她真的是进步蛮大的 我现在看 尼娜她有那么多的进步 然后我去了我的老婆 放了一些压力 在尼娜上面 也可能觉得对的 五天的学习 马上就要结束了 教练做了一只粉狮子 送给尼娜 尼娜 过来 好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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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上面有草 这不是草 这是黄皮叶 为什么 你叫 因为狮子 她做出来以后 要开光点睛了 开光点睛就 附有灵性给狮子 然后她可以加上黄皮叶 插在头上 开光用的 为什么要这样开 对 对 要听东西 听哪个东西 听哪个东西 耳听八方 左右逢云 我来看一下她怎么眨眼睛 眼睛 你来 你来追追追啊 这是练静静的好漂亮 不得美美的样子 来我们练一试 准备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是教练呢 还是你的教练呢 预备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真的狮子来了 谢谢你给我做这个 谢谢你给我做这个 你看你的衣服 你看你的衣服 你太脏了 你太脏了 你脏了 我准备了 好 准备走 最后一天 最后一堂课 妮娜一直不愿意结束 叶永彤陪着她练到了很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二三四五六七八 出现手啊 出现手 预备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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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尼为了孩子感到骄傲 我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面 我的孩子变得更好 越来越好 好 不好意思 あー fur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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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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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